玩具TV 番外編 現在為何這麼少人呢?其實這個數字真的沒有人來 因為他們快要收到,剛才已經有預告叫你們快點離開,不要妨礙我下班 所以這個時候的報道就對了 好,我們現在來到Asia Go的唐單 可以看看有什麼展品 首先入檔眼簾的就是這個鬼老版白獸王Voltron 上面有一個可變的電話來幫我不管,都不會聽 可以看一看 始終都是新產品,149.9 嘩,厲害,寫著帶卡 嘩,這個就是大大件的Legendary Class 叫Defender系列,999.9 當然,其實是可變的,不過因為場地的關係 未必可以一次過展示給大家看 下面的過癮 當你喜歡玩龍珠,當然是Kamihamihara 配合VR,當然我完全不知道他的眼中可以看到什麼 如果大家喜歡做這個孫悟空的話 確實會是一個挺有趣的東西 但當然,你躲在家裡玩好了,不然會以為你是瘋 旁邊是不是很有趣呢? Harry Potter 和佛地摩 以1比8的比例彈出來 其實我覺得佛地摩真的做得不錯 雖然他的膚色和手關節的顏色有少少出入 好,接著我們看Soup Studio 今次A仔又有兩個新成員 一個是人所共之的綠戰俠和他的老友閃建俠 今次A仔反而是綠戰俠,我自己很喜歡 又有戰,又有戰靶,又有弓 又有弓,又有弓 又如何拿上手呢? 這個真是拭目以待 其實The Flash 也不輸蝕 我看見他有很多手、手、腳 還有一個箱 有什麼玩呢? 到時候出了大貨才知道 另外,在1比12的戰國時代裡 Soup Studio 都差一手 你見到現在就是這個Aero 其實他的面相我覺得做得不錯 大家留意 大家都聽到,現在已經吹雞趕我們走 基於這個玩具TV的攤位是free的關係 都夠光的 我們這邊也做到 是 這個Asia Go的老闆 都見到我們在拍攝 都故意 拍一拍這邊 不要說那麼多 老老實實 謝謝老闆 為大家都出了一分力 我說老闆,不是說我 我們繼續推銷一下 鄭道鎮 最慘的是阿傑 今下午來 我要上班 所以我又找不到他簽名 好不開心 他很開心 他簽得很開心 當然開心 我直接找他 我叫阿傑 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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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老闆 另外繼續看Soup的東西 下面那些大家都已熟能場 因為都已經出了 你也可能已經給了錢買給你老朋友 有Wonder Woman Superman Spiderman Catwoman 小丑 還有比較新的就是這個 這個燈燈燈燈燈燈 其實很難猜 A仔會繞到Megatron和Oppartman 其實我個人也很喜歡 特別是 你留意麥加燈 他的PASS 有Oppartman 靠叉眼的公仔 這是真心過癮的 好,接著鏡頭一轉 是我最喜歡介紹的King Arts 這次一門三傑 鐵甲萬能俠 鐵甲萬能俠 鐵甲萬能俠2號和巨寧神 現在我們在看的是2號 收你兩差東西 包補什麼東西呢 下面有這個 背脊飛翼 另外有一系列的造型手 以及特效 另外也會有配件 我相信 側巾也不用多說 這真的是 完全是全場的焦點 大家都知道 這個Bandai 已經出了一個 戰選版 這個King Sato 也不能開玩笑 他也出了一個可換件的鐵甲萬能俠 我自己個人就很喜歡 當然最驚喜的 我不是說鐵甲萬能俠 不驚喜 但是竟然 在會場 擺放巨寧神出來 哇,鐵甲三兄弟真的齊了 這些錢都是 沒什麼可以省 好,看看下面一個廠 Hia 就是推出Predator 的系列 本身這個都會是類似 四吋高一點 3.75 看上去是高於3.75 你看到的相識 跟一般的3.75不同 而且身體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關節 所以可動性應該也不能說笑 還有二營後 其實現在也看到二營後 以及一些戰鬥員都很清楚看到 然後 你猜不到 AA合金 一 新系列 有鐵甲萬能俠 不是鐵甲萬能俠 帝王萬能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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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L等等等等 其實大家也有留意 永正豪的作品 那套OVA帝王萬能俠 SKL都挺過癮的 因為我很喜歡他的暴力表達手法 因為我們被趕的關係 可能我們的步伐要走快一點 Living Dead Doors 這個比較少 朋友有留意 本身他的造型都很有趣 我自己很喜歡血淋血奶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 整個這樣放進去 那款都挺過癮的 還有Packing 好像棺材一樣 現在正在拍攝的 就是另外一些比較少接觸的系列 都是Lifting Dead Doors 然後 又被人說 下面就是同樣地 1比12 Miso Toys 這個攻勢 一浪接一浪 基本上 現在他推了一大堆 DC comics的人物 小丑 Fresh Batman 這些都一定有 因為時間關 我未必可以說得到這麼多貴的東西 我想這裏最後 怎樣都要和老友報一報的就是 阿傑 沒有得頂的系列 Axid Ring 今次 新產品 就是出了一個 2寸多的公仔 上次其實在玩具TV都介紹過 關節多 件不大 所以無論是可換性 收藏都很好 雖然他沒有上色 但如果你有玩過軍事 或者有玩過無形 我相信難不及你 大家都看到 Dick其實也展示了一系列的載具 因為本身這次 B2-5 這個Axid Ring 系列的賣點 除了四顆 容易吃之外 就是可換性 可換性 除了玩的換字之外 就是換東西的換 本身它的組件 是可以交流使用的 再側近就是我今天 因為要上班 過不來 找阿傑簽名的 Axid Ring 新產品 有森林兵 另外還有這個 Stinger Speaker Mark 1A 其實這個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整個系列 我都可以說得很白 我最欣賞的機設 就是這個Speeder Mark 1 所以這個我都一定會光顧 阿傑 如果你有留意的話 你準備好 我拿來 你就給我簽名 謝謝 另外 看到一些試版 或者素色 還有一個女性素體 以前來說 都比較少出現 另外 一些 之前的限定版 都會有擺出來 做這個Display 我相信 如果真的有玩開Axid Ring 其實大家都已經擁有它們 另外 你見到其實Law Ring 那些東西 那些 舊化的東西 其實不用說了 如果大家都 過開來Asia Go 亦都喜歡捧這個本地創作的場 的話 不用想了 看看阿傑何時 就趕快買一盒 等他簽名 雖然都是被人趕 亦都被人罵 但無論如何都要拍這一邊 除了有一些 剛揚性強的玩物之外 現在我們拍的是 Alphamax 本身出的一系列 PVC Figure 普遍的PVC Figure 都是1比4 今年竟然出了1比6 其實我自己喜歡玩1比6 始終可以移動其他玩具 一起玩 感覺比較好玩 下面也看到一些 正在監修的產品 想看有什麼新的 記住 過來Asia Go的攤位 最後最後最後 Sky Trip推出的T2 Art Girl 雖然沒有樣子看 但也有些灰版 可以讓粉絲看一看 因為後面有些更精彩 我都不想拍 所以今天 玩具TV的直播 我相信到這裡 好嗎?導演 好 因為我真的被人趕 所以明天繼續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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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